滴哥 北京出租车 出租司机 其实北京滴哥 但我都知道做错吧 舞蹈落场 他爱跟你聊天 可是有的时候聊多了 早点有口误 是吗 前两天我就在西城门条 在那打车 去西边 革命公墓 去看望一位市区 向府历史家 我们这把这尊重长辈 很正常 滴哥很热情 哟 说下面不强 认识 我说您好 师傅妈您拉一下我 我来看革命公墓 好 我就来拿你们说下面 咱们聊我一下 你不是去八百三吗 那个你还回来吗 还回来 我说我这身子骨还长 你刚才在拉里 灯里提起来 你这这 哈哈哈哈 他也不会了 他这个意思 你是干长达还是长达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生磨三河口误 特别好玩 还不如别人 我们家 我奶奶 八十多了 咋太抠门了 是啊 咋个是存值 家里的老人都在 咋是存值 尤其那个定期死期的存单 几万块钱几千块钱 到年才存 才请 他不吃老不得 那天老太就着急了 哎呦 早气忘了 你倒让我 我给你办你 对啊 他偷了 他把我垫的那钱 哦 把他扒上桌了 他出个桌子 拿着存单 到银行 到那儿 一坐跟服务员 送句话 他把服务员吓坏了 他怎么说的 哎呦 孩子快看看吧 我死期到了 告诉死啊 我亲奶的 我没法说 这次就是这个 这个银行的服务员 来超奶的 哟大妈 您别着急 你死期到就过了 过了 嗨 嗨